不過有兩樣東西 你可以去想 例如我剛才說你接近牛 或者指數上那些 那些是給你駁短彈的策略 如果你不買那麼多的資金 譬如你9988 你又想買一些證股 這些位置你覺得是抵抗 但你又不想買那麼多資金 去坐著證股 那你就買一隻軟一點的牛 很簡單 你今天來計算跌7個多 今天也跌7個多 是不是 你買一隻是十多元的 起碼第一它不會一天殺你 第二你可以避免短期震理 你要當是買了證股 那怎樣當你買了證股呢 譬如你本身要買兩匹東西 即是阿里 那你買一隻牛 你看看它的槓桿是5倍的 那你就買4000元下去 那你是不是輸極都是4000元 對 但你贏的你有槓桿 就差不多等於兩匹東西賣下去 是的 那你只有幾倍槓桿 你不會是一隻近牛 是吧 那譬如我即場 其實我今天就沒有找過什麼號碼 那我即場找一下 譬如你4、5倍的 4、5倍的 你可以有幾大的buffer位 譬如你2988來計算 對上那幾次比那些 就軟一點的那些 就180元收回了 那些都有十幾倍槓桿 如果再軟一點的話 可能去到 好 好 好 譬如我找170元 好 好 170元那些有幾多倍這樣 等一下 170元 SG59718 59718 這隻170元死了 都8倍 都8倍 那你會買小很多 對比起如果你想賣正股的時候 是 操作上來都簡單 很多心態上 都 穩陣一點 輕鬆一點 是的 不用放那麼多錢進去 就是這樣 就是策略上你可以這樣做 是吧 59718